好 直播 宜蘭縣蘇澳湘辛澳 睡到昨天下午1點多的時候 發生了一起連環追撞車禍 而根據了解當時55歲的蔣新駕駛 在駕駛砂石車的時候 一次想睡覺不慎撞上了前方的回堵車流 而這樣成了一死十一傷的悲劇意外 而根據了解這一名死者是76歲的張姓男子 他當時是接到了醫院 發出他的太太的病危通知 正準備趕去的路上 不過沒想到他就遇上了這場車禍意外 在下午4點多的時候宣告不幸身亡 不過就在半小時後 醫院也宣告死者的太太也是相繼離世 而家屬在同一天痛失 兩位至親 後面也度假訪問到了死者的弟弟 我們先來聽一段家屬的罪行說法 早上要聯絡他 聯絡不到 奇怪怎麼這樣 因為他老婆昨天是 昨天跟他一起走了 所以他是看他老婆的路上 常是要回來 處理他老婆的事情 不知道發生這樣 根據了解雖然砂石車駕駛酒測食為零 目前排除酒駕嫌疑 不過檢方認為這個砂石車有超速 以及超載的情形才會釀貨 後續不只業者得全額配方 司機也得被依過世致死罪移送宣辦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最近消息一聲鏡頭 歡迎棚內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